在见悲哀人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 像林一莲这样的女人 只听她的声音便足以爱上她 这是李松胜对林一莲的评价 确实有无数人 被她那富有磁性且独特的嗓音所触动 从电台DJ到歌坛天后 甚至专辑封面都要花费百万 这样一个在舞台上魅力四舍的天后 感情生活却是坎坷不顺 我是阿鑫 今天来聊聊天后林一莲的音乐人生 林一莲出生在香港一个艺术家庭 说到她的名字的由来可能有点狗血 因为是她父亲为了纪念前女友阿莲 而为她起名为一莲 后来她当过电台DJ 拍过多部电影 但刚开始的发展并没有引起太大翻向 林一莲的音乐生涯转折点在1985年 她推出了首张个人粤语专辑林一莲 这张专辑出来后 林一莲正式进军歌坛 但很可惜 刚出道的林一莲正好赶上香港乐坛 最黄金的时代 张国荣 谭永林 梅艳芳等风头正盛 也因此她发行的首张专辑并没有激起什么浪花 林一莲长得并不符合大众意义上的美女形象 可是她那双嫩媚的眼睛 缩柳露出来的敏感和哀愁 令人沉迷 后来发行的灰色 Ready等等专辑 更是让她挤身一线歌手行列 当年香港借头最火的两首歌 一首正是林一莲的灰色 而那一首则是张国荣的《无心睡眠》 之后 她签约华纳唱片公司推出的都市触觉系列 可以算得上是她音乐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她也找到了自己的个人风格 从乖巧的林家女儿 转变为成熟有魅力的都市女性风格 随后在1990年 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让林一莲的事业奏上高峰 并在童年夺得香港 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 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 再配合林一莲细腻的嗓音 唱出了当时女人的孤单 落寞的心态 这也奠定了她乐坛天后的立位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等待一扇不可及的门 善变的眼神 紧闭的双窗 何必再去苦苦讲求 苦苦追我 林一莲虽然在事业上大方异彩 但在感情上 这位才女却发展得并不顺利 1992年 林一莲与李宗盛因合作霸王别姬的主题曲 《当爱已成往事》正式相识 同样热爱音乐的她们 很快就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为何你不懂 别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 有一天你会知道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只是你已经太匆匆 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朦 忘了我就没有用 将往事留在风中 1993年 因为一张专辑 不必在乎我是谁 两人一时间流言蜚语 铺垫盖地 这次真的想让自己醉 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 让银藏依旧的渴望随风飞 忘了我是谁 女人 若没人爱多可悲 就算是有人听我的歌 这次作为你我受冷风吹 两人顶着漫天的流言蜚语走到了一起 最终在众多辱骂声中 李宗盛决定离婚 1998年 李宗盛和林一连在相识六年后 终于奉女成婚 他们本以为是幸福美好的时候 却没想到最后还是输给了时间的考验 有句话说得好 相爱容易相处难 激情褪去后 能直面婚姻生活狼狈与不堪 这是爱情最残忍的地方 2004年 两人分别发表离婚声明 这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宣布结束 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 管它过去有多美 也会试着不去想起 你如何用爱脚步包围 那深情的滋味 但愿我会就算放下往事 忘了过去有多美 我看这情深的最悲 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 我真的这样以为 离婚之后 林一连说自己仍然相信爱情 但不会轻易再走入婚姻 后来她在舞台上唱起那首《铿锵玫瑰》 她勇敢自信地向前走去 心碎也无所谓 对于往事早已闭口不提 在舞台上 一首《至少还有你》唱哭了自己 专辑20010的封面拍摄 据说林一连为了筹备这张专辑 用了大半年时间 并且专程前往日本拍摄这张唱片 封套 服装费 服装费 摄影 一行十位工作人员 一同到日本拍这个唱片封套 花费达100万港币 林一连一个天后级的歌手 在舞台上魅力四射 她唱了无数的情歌 却还是没能得到一份长久的爱情 曾和电台DJ陈辉红 音乐人许愿 作曲人伦永亮 音乐才子李宗盛 鼓手龚硕梁等人 都有过一段感情 也因此被称为财子收割机 她每一次事业上的闪亮转变 都和这些名字连在一起 但爱情就是这样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如今54岁的林一连 仍是单身一人 她作为一代人的记忆 让自己的心动与别离 都有音乐围着 也很好地诠释了这句话 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 在这个时代的浪潮下 一切都在不可避免地变化着 而林一连却用她不变的真诚 在变化里重塑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喜欢的可以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最温暖却暗却暧昧 最似时而悲 让她直觉自己发挥 每一次给 让人回味 那感觉就就不退 像一场宿醉 像一场宿醉 但黎明不退 像一场夜飞 她说谁怕谁 那样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